6毛小的 14、2、4、6、7、6、7 看不到 像这个什么 苏相公义菌这两个 花莲有一间健保特约药局 因为未将代售防疫口罩的费用 总继大概新台币33万多元 上缴给国库 日前召卫福部的食药署 移送本分署强制执行 那本分署受理之后 除了就其每一个月的执行业务所的 合并给花莲地方法院强制执行外 本分署也在昨天 由行政执行官率执行同仁 那会同食药署的代理人 直接到他的营业场所 进行现场查封 那总共带回40几样的物品 市价大约6万多元 那负责的药师当场也表示 将会在11月到本分署办理 分期缴纳 并且同意本分署就查封物品变卖 来清偿他的欠款 就我们目前的了解 就是说这位负责人 他在民间有一些债务 那这个所寄欠的债务还不少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代售的费用 那交还给国库 据我们了解 他总共有欠五期的 这个代售防疫口罩费用 大概是从二月到七月之间 配发的口罩的部分 接着 是